3月1号计划实施的快递新规定来了 快递不送货上门 快递员最多会被一次性罚款3万块 甚至会有被开除的风险 而快递员没有和顾客沟通 私自瞒着顾客签收快递 更是快递平台打击的重点情况 一旦被平台多方查使 快递员将会最佳一等 这样的政策如果实行 不知道大家欢不欢迎呢 大家有没有过被快递员搞崩心态的时候呢 时代在不断发展 我们生活的各方各面都出现了变化 网络技术的兴起 给了网购一个天大的机会 消费者买东西购物 再也不用去实体店 劳心劳力还浪费时间 直接在网上就能轻松买到 因此国内每天都会产生 数以亿计的新快递 如果赶上电商活动节的话 国内的快递数量 更是会连翻好几倍 而源源不断的快递 会通过快递小哥之手 送到每位下单顾客的手中 不管是在大街还是小巷 总能见到快递员的身影 开着一个小三轮车 车厢里塞着满满的快递 就连车厢顶上都佗满了快递 下单的消费者 会在家心心念念 等着自己选购的商品 尽早到自己手上 但绝大多数快递员 都会选择把快递送到菜鸟驿站 或者是放在物业门卫等地方 然后发个短信 让下单顾客自己去取 这种操作 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坚持送货上门的 基本只有顺丰 京东等少数品牌的快递 快递员变相偷懒的行为 遭到了广大消费者的一致恶评 3月1号快递新规 快递员不送货上门 最高被罚款3万 私自签收顾客的快递 更是会最佳一等 除了快递员变相偷懒 不把快递送货上门之外 还有不少快递员 更是为了避免订单超时 会擅自将顾客的快递确认签收 很多顾客手机上 发现快递签收消息之后 经常会懵圈 自己连快递的面都没见到 怎么就莫名其妙签收了呢 快递一旦超时 快递员就会被平台处罚 因此 他们就会大着胆子 擅自签收顾客的快递 给顾客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现在网传快递行业 要从下个月开始整顿 实行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快递惩罚政策 只要快递员不送货上门 被顾客投诉 平台就会开始多方核实 进行罚款 开除等处罚 如果快递员累计多次被顾客投诉 而且投诉核实的话 最多会被平台一口气罚款3万 而且这个罚款政策还可以累加 此外 快递员擅自代替客户签收快递 更是平台严厉打击的情况 这种情况最佳一等 按照网传的消息解释 平台出台这个政策也属于无奈之举 因为部分快递员在工作过程中 实在是不像话 态度恶劣不说 而且还擅自偷懒 替顾客做决定 这样的操作 让不少顾客头大 面对这样的政策 那可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快递员快愁死了 但广大消费者却欣喜若狂 呼吁政策赶快实行 那么一旦实行这样的政策 快递员会有啥损失呢 3月1号快递新规 快递员不送货上门罚款3万 私自替顾客签收 更是会最佳一等 其实排除掉那一小部分 比较懒惰 工作态度不好的快递小哥之外 绝大多数快递员 还是比较兢兢业业 尽心尽力的 据调查 一个普通的底层快递小哥 一天需要送2000多件快递 几乎就是点对点送到了驿站 而送这部分快递的当天收入 约在200块到300多块左右 很少有底层快递人员 一天能挣400块钱 送快递也是既件收费 一天当中送的快递越多 快递员的收入就会越高 如果每个快递都需要 快递员送货上门 然后当着顾客的面签收 这样的服务值得点赞 可这样的话 一天能送200件快递 都算烧了高香 快递员的当天收入会断崖式下跌 如果工资太少 连快递员自己的花销都无法保证 那快递小哥就会大量流失 到时候损失的不仅是 快递员自己的利益 就连网购平台和快递平台 也会受到牵连 因此 网传的快递员罚款政策 现在还没有100%确定实行 快递员也非常抵触这个情况 但是消费者却非常呼吁 这样的政策实行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老爷认为 这样的严厉政策到底应不应该实行呢 记得点赞关注 把自己的想法留在下方评论区 小编期待大家的回复哦